线上投资策略会 那我们这次策略会的主题是 前瞻2023优质资产牛途在线 我是本场直播的主持人 红周刊的记者林伟平 那从今晚开始呢 每晚七点钟我们将陆续邀请 思瑞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洪浩先生 深圳市林园投资董事长林园先生 北京中情资本总经理何言先生 上海力潭投资董事长陈浩言先生 深圳是思瑞投资董事长林存先生 那要求五位知名机构投资者 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投资者一起 前瞻2023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向 寻找优质资产中的布局机会 那我们此次直播全网独播的平台 是正确市场红周刊的视频号 除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呢 我们后面四场直播也都将在视频号 进行独家直播 那大家可以提前点击左上角的关注 不要错过我们的任何一场直播啊 那我们这次直播呢 也得到了东方财富同花顺 21经济网 经济观察报 中心经纬 和讯网 泰媒体 金融界 投资界 蓝经 财经 证券之星 资本邦 经理人网 投资者网 等媒体和平台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晚上做客 我们直播间的大咖呢 就是思瑞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洪浩先生 浩总呢 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浩总和我们直播间的投资者 打个招呼吧 各位红周刊的读者 投资者 大家好 我是宋浩 欢迎浩总啊 也期待浩总一会儿的精彩分享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红浩总 那红浩总曾任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 研究部主管 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 全球策略师 并曾在摩根士丹利 花旗集团等机构任职 那他曾准确预判了2015年前后的股市泡沫 被全球权威财经媒体誉为 中国最 中国最精准的策略师 那今年1月份接受红周刊独家专访的时候 那红浩先生又准确的判断了 美联储几缩美股熊市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冲击 今天晚上呢 红浩先生将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是 2023年投资展望 重振旗鼓举步向前 那在浩总正式开始他的分享之前呢 我也先跟直播间的各位投资者做个预告 我们今天晚上除了有浩总精彩的分享 也准备了很多的互动抽奖环节 以及说是互动问答环节 那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证券市场红周刊 视频号点赞点赞并且转发本场直播 参与后续的口令红包抽奖 那在各位在浩总分享过程中 如果说你有进一步想跟浩总进行互动交流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的留言区进行留言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直播间摘录问题 后续在问答环节的时候 跟浩总进一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 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洪浩总 那有请洪浩总做今晚的主题分享 好的谢谢主持人 我是洪浩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 在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下我对未来的看法 那我的报告呢 其实我对于2023年的展望 这报告呢其实已经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我尽量讲一些我没有讲过的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跟我的看法 跟市场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这一些与市场公司不一样的看法 它怎么样通过我们市场的价格的运行的反映出来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刚才咱们主持人也介绍我的时候 说提起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去年1月份的确 我跟这个市场公司看的朋友们呢 做过一次展望 但是那次应该如果没有听说的话 应该是一个笔录形式的展望 那么去年呢 我们展望今年就是2021年11月份 展望未来12个月 就是到了2022年的12月 那么展望未来12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说那么2022年呢 是一个我们的题目呢 叫做CT热力 那CT热力呢 取自于易经的前卦 就是第一卦 智阳之卦的前卦 前卦的九三窑 那么就是前五卦里头的九三窑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易经的前卦呢 它是一个最古老的 而且呢 我认为可能是对于人类社会运行的周期的一个 最最经最惊要的概况啊 那么所以呢 前五前五窑啊 这个前卦里头前五窑呢 它是十级而上的啊 就是说它的阳气越来越足 那九三窑啊 这个CT热力啊 这个这个君子啊 前前啊CT热力无咎 那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作为一位君子啊 一个学者 一个做研究的人啊 如果他每天啊 能够勤勉的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每天工作完之后啊 他能够回到啊自己的书房里头反省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 并为未来呢 呃 谋私布局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呃 那么即便是未来遇到险碳呢 他也能够风雄化剂 啊 那么CT热力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到了今年哈 我们展望 到了2022年 我们展望啊 这个啊 未来的12个月 就是到2023年的12月 啊 那么展望未来时候呢 我们把这这一段时间哈 这个未来的12个月的这段时间啊 我们把它叫做啊 呃 霍月 霍月在渊 那霍月在渊呢 是94摇啊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呃 呃 西丁多利的再再上一个摇 那么大家刚才我们讲到了哈 前五摇呢 呃 每一个摇是十几而上的 对啊 那所以呢 呃 在呃 93摇之后的94摇 霍月在渊呢 就是说这个龙啊 他作为一个名德之君之洋之物啊 他虽然身处在深渊里头 但是呢 他开始啊 啊 积蓄适能 要开始要爆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龙呢 或者可以从这个深渊里头一跃 飞冲天啊 那么到了95摇 那95摇就是 对啊 飞龙在天啊 大家都大家都知道的 飞龙在天 那所以呢 94摇呢 很显然的 是去年的摇的一个上升啊 上升那个摇 那么同时呢 他里头有一个货子啊 这个霍月在渊 里头有个货子 我等一下讲 为什么 那去年的我们的框架呢 就是说我们看他呃 这个中外 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啊 他的这个啊 通过呃 内外需的不平衡产出的呃产生的出口和进口的进啊顺差 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的流动性 那么呃宏观流动性的转化为了我们市场上升或下降的动力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呢 去年啊 我们做的这个展望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啊 这个人民币的啊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周期呢 在在去呃 在2021年到2022年交界的时候呢 啊 我们基本上呢 运行到一个啊 周期性的高点啊 就是黄色交线啊 这黄色交线啊 这黄色交线呢 这黄色交线的调整和滤波过滤噪音呢 做出来的哈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在去年啊 这个2121年底22年的时候呢 我们运行基本上的运行到一个啊 出口周期的周期性的高点 那注意呢 我们说的这个出口的周期啊 他的时间跨越 他的波长呢 大概是7年左右啊 7年就是两个3.5年的短周期啊 也就是两个850 850个交易日的短周期啊 1700天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啊 中国的出口周期呢 和我们上证率的回报周期啊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 每一个出口周期的峰值啊 对应了我们上证的峰值 那比如说啊 2007年的11月12月的这个啊 出口周期的顶峰呢啊 对应着我们这个啊 上证的6000点 对啊 然后呢 212015年的6月份 呃 2015年的6月份呢 我们对应的是啊 这个呃 这个出口的周期呢 啊 我们对应的是这个上证啊 上证的峰值的5000点 那么以及呢 呃 这一次啊 就2021年 2021年 某2022年初啊 我们出口周期的峰值呢 呃 对应我们上证指数大概是3800 4000点转优哈 所以呢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呃 周期性的关系的产生 或者说我们出口周期和上证的回报率周期就升来的这条线啊 呃 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产生的啊 我呃 简单的阐述一下 那么我们中国呢 通通过出口进行出口创汇 对吧 那当我们的出口商呢 收回美元的时候呢 我们出口商会把这个美元呢 卖给央行 然后呢我们央行呢用一定的汇率的比例呢 呃 去呃 把这个美元买回来 那么然后呢 对于释放市场的释放这个宏观的流动性 人民币的流动性 所以呢 可以看出的是就是如果我们出口创汇越多 卖给央行的这个呃呃 美元越多 那么央行可以投放的 那这个呃 人民币的流动性的也就越多 那因此呢 呃 呃 在这个宏观的 在这个货币创造理论里头呢 呃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的外汇占款啊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呃 中国的人民币宏观流动性 呃 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图啊 那么这个框架大概就这样啊 我们呃 呃通过这个呃 呃内外需的强弱啊 呃通过这个呃 进出口的呃呃 周期的反映啊 去呃显示这个宏观的流动性的变化 那么宏观流动性的变化呢 进而推动或阻碍 我们股市 回报率的上升或下降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呃 这个框架 那么从2018年到现在其实 从2018年到现在呢 其实呃 我觉得外部的环境呢 越来越重要了啊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啊 比如说07年啊 当我们那个呃 中国的经济呢 在01年进入这个呃 世贸组织之后对吧 那07年的年末呢 我们达到了一个6000年的高峰 那么当时呢 我们中国的外汇呃 的积累呢 通过我们中国的强势出口啊 借大量的外汇 那么同时呢 呃 让我们央行可以释放充分的流动性 让我们的呃 这个上升指数呢 呃 可以啊 达到一个呃 历史性的高峰啊 这路线点啊 从此再也没有超越过 那然后呢 15年呢 也是大概是这样啊 就是我如果大家会去看哈 我们15年呃 这个呃 外管局公布的外汇处备的数据 我们看到呢 呃 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的外汇处备呢 曾经达到4万多 4.1 4.2万亿美元左右 啊 你们这个是非常呃 非常令人震惊的 还有一个高 非常丰厚的一个外汇的储备啊 但是呢 从呃 从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缓缓的下降了 对吧 那么到了到了2021年底呃 左右2022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我们中国的外汇处备 再加上我们啊 这个呃呃呃 商业银行里头的私人的呃 外汇的存款啊 如果你把这两者加一块 大概也是4万多亿左右 那么当然这样刚才我们讲到了 就是我们出口商啊 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通过出口创汇 然后呢 把这个美元收回来呢 卖给央行 但是你也可以不卖对吧 因为呢我们这个汇率啊 整个外汇的体系呢 进行了一次改革 好几次改革 那么所以呢 呃你收回来的这个美元呢 必定要买给央行 你可以呃 作为一个美元存款呢 存在我们商业银行里头 但是呢这个美元呢 进入了我们中国的体系之后 那么基本上呢 形成了我们中国呢 这个呃民间的外汇储备啊 的一部分啊 所谓的仓富移民 好了 那所以呢呃这个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啊 从2018年到现在啊 我们呃呃 经历了这个川普的贸易战 啊经历了我们19年的复苏 经历了2020年的 这个这个COVID啊 这个新冠疫情啊 然后呢到了21年的这个复苏 那么到了22年哈 由于呃这个疫情的反复和病毒的变异哈 我们不断的用呃这个新的方法呢 去呃去这个保护人民的群众的这个生命 和财产安全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呃看到了这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头啊 它逻辑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逻辑呢 开始散着去运行啊 在2022年的时候 开始反的进行 那么到了2022年 的10月份 就今年的10月份呢 我们看到这一波大型的行情 同时伴随着我们这个人民币呢 一度去到7.4啊 就是在这个周期里头 我认为是最弱的一点啊 在7.4左右 那么这个7.4呢 呃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这一波周期的一个 最弱的一个水平了 啊 但是呢 同时也啊 像我们各位啊 做这个市场的交易的朋友啊 如果啊 比如说我们每天大概几点20分啊 我们会得到一个这个人民币的中间价 对吧 这个reference rate 这个参考汇率 那么这个参考汇率呢 是通过这个人民币的呃 做事上啊 各大商业银行的镜头啊 这个投出来的 那么同时央行呢 自己有一个啊 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参考价啊 然后呢 他有一个一种这个因子 然后呢 他可以刷出来啊 今天的这个呃 参考价应该是多少啊 这个中间价的汇率的形成的机制 那基本上呢 我们每天呃 大概几点20左右呢 我就算15 就算20左右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民币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参考价中间价 那么这个参考价和中间不要小看啊 这个调调高调低啊 那么如果我们央行去呃 假设啊 就是出人意料注意哈 出人意料的调低调扁人民币的汇率的时候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个啊 这个资本市场呢 都会呃 都会看到有一定的压力啊 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啊 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啊 就我们中国的资产啊 是人民币计价 那你想想一下呃 这个计价的工具 人民币啊 他突然调扁了 对吧 那所以呢 你的整个呃 这个资产的这个呃 这个估值啊 他也会随时而活动 对吧 很简单 那所以呢 人民币我认为啊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或者说人民币对应的啊 这个呃 汇率就是美元啊 他啊 他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啊 因为呢 我们研究汇率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汇率是两国之间 经济强弱的表现 对吧 那在2022年 我们人民币比较弱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我们2022年我们可能整体的经济的增长啊 警示呢 是不容乐观的 那么可能呃 我们全年的GDP大概在3啊 或者说略高于3吧 呃呃 这是应该是我们近几年来啊 最最慢的一次GDP的增长了 对吧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呢 呃 美国的这个GDP呢 非常的强啊 而且呢 在即便是美联储呢 使劲的全身吃来的力量啊 去啊 收紧这个货币政策 去打压他的需求啊 我们仍然看到啊 最新的这个呃 美国的这个数据显示呢 呃 他的这个就业的情况 仍然是非常充裕的 对啊 就是这个labor cost 这个劳动力的 呃 劳动力的这个compensation啊 劳动力的回报呢 仍然在快速的上行 所以呢 美联储呢 也会继续的加息 那么这个也显示了 就在2022年里头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呃 我们中国的增长在放缓 那么美美国的增长停不下来 那么导致呢 就是说呃 这个美元啊 的这个强势 尤其是美元相对于各个国家 还不仅仅是人民币啊 各个国家的强势 而人民的汇率呢 呃 一度呢 扁到这一个周期的一个最弱的水平啊 大概有7.4左右 那么在这个图呢 呃 现在我们分享 我分享这个图呢 我想给大家呃 这个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就是这个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币所处的位置 他向各位呃 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OK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图呢 是我们从呃1981年 就是过去40年里头啊 这个人民币汇率走出 很有意思啊 就是蓝色这条线 那么呃 这个呃 淡蓝色的虚线呢 是我们啊呃 对于这个人民币的spot rate 就是个限价呢 我们做一个3.5年的这个平滑啊 移动平均的一个计算 对吧 形成了一个呃 形成了一个这个呃 蓝色的虚线 那么黄色这条线呢 是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的变化啊 外汇储备的变化 那么这个外汇的变化呢 我们把它呃 逆序了 做了一个逆序的处理啊 就是越低呢 我们外汇储备的越增加啊 那么越高呢 我们外汇储备减少就越多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看一下啊 从有数据开始啊 就是从01年左右 你看这是我们有数据的呃呃 年份啊 就01年左右呢 我们开始有数据了 之后我们看到呢 随着这个呃 这个外汇储备的增加 对吧 这个逆序啊 注意我们这个逆序的处理啊 外汇储备增加 广资加加线 那么同时我们看人民币的升值 对吧 然后呢 呃 如果呢 这个外汇储备的减少啊 同时我们看到一波人民币的贬值 等等 那么啊 到了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一波啊 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行情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储备啊 外汇储备的变化呢 也细细相关的 这个这个相关性呃 约然指上啊 我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啊 那么历史上呢 我们看到三次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 那么同时呢 对应的就是啊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的限价啊 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850天均线啊 这个周期850天这个周期啊 呃呃呃 上下了穿行啊 我们看一下哈 好 你看啊 就就就零年啊 就零年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经济困难时期 对吧 当时呢 要由于这个价格的闯关啊 形成了这高通涨时期 那么一下子呢 我们这个人民币呢 从啊从这个5呢 以下呢 扁到啊 sorry 从从三点几的以下扁到5 对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啊 第一次这个呃比较大的 啊汇率的贬值 那么第二呃呃 第一次汇赶呢 出现在啊 93年11月的14大三中全会那里哈 那么算94年吧 呃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一下子呢 从5.5扁到8 看到了 从5.5 一下子扁到8 啊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应对哈 这当时我们这个呃 这个啊 经济的基本面所决定的人民币的地址 啊 从5呃 5.5左右的一下扁到8 那么然后呢 到了05年第二次汇赶 那么第二次汇赶呢 是以升职为制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呃 世贸组织大概是5年左右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形成了一个呃 非常漂亮的呃 人民币呃 这个外汇 中国的外汇的储备的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呃呃呃呃呃呃 央行的开始呢 对人民币汇率呢 进行升值的处理 对吧 那么他呃 当时呢 从8点几吧 应该是8.2吧 开始涨啊 一直涨到 一直涨到 呃呃 第三次汇赶啊 啊 这就是2015年的8月份子 的话 那么第三次汇赶呢 之前呢 我们曾经就达到6.01啊 这个最最强的呃 这个这个周期最强的呃 一个水平 那么呃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人帝的这个汇率的 限价的上行啊 就走弱 穿过了这个850天局限 对啊很漂亮 所以每一次汇改啊 或者说每一次 正大的汇率的变革呢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呢 都发生在这个850天 305年的这个周期线上 对吧 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看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大概是6.9几啊 就算7吧 许多整数 那么他离这个我们的850天局 大概是6.8左右 其实呢 他呃也非常接近了 对吧 也就就差 就差呃不到4%了 3%的这个这个差距了 所以呢 在这个市场运行到这个时候 同时呢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啊 在这个军呃在这个 305年均线呃这个周期的附近 啊 如果我们逼近了这个305年 之前 一般我们会有啊 比较大的一个一个动作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 但是呢 我们啊 根据历史经验 以及根据我们啊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出口 创汇和宏观旅行释放 以及股市的波动 啊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到了现在 我们认定的处于一个非常 重要的关口 那么我们中国的经济的周期 我们中国的股市也处于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口啊 那么这个图是这个意思啊 下个图 那下个图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说 呃这个经济周期的疫情 和啊 和我们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 呃这个宏观流动性的关系呢 呃 我试图从一个不同 呃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吧 那么呃 我们最近呢 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说 可能让一些投资者比较惊讶的 这个 呃现象呢 就是我们的理财产品的迫近 对啊 理财产品迫近 理财产品迫近呢 有一些理财 我们刚才都习惯了 这个理财是拿来打底仓的 对啊 理财呢 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比较稳定的固定的收益 对吧 而且呢 就是说 啊 虽然理财不包本 但是呢 我们相信这个对啊 这他应该不会偏离啊 这个净值太多 对啊 这就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货币基金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即便如此呢 我们看到最近 啊 有一些理财产品呢 啊 他的这个单天啊 单周的回撤呢 可以达到2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回撤啊 20% 因为毕竟我们A股今年表现的不好 但是呢 也没有跌 也没有跌20% 那所以呢 这个现象啊 就是当市场的价格发出这样的信号的时候 这么异常的 信号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在提示我们啊 这个市场可能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还让我们 让我们呢 需要注意了 那所以呢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最近啊 这个央行公布的啊 这个公开的数据啊 这个中国的M2广义货币 同比的增长 和我们的 这个 新增贷款的增长的变化的情况啊 就是黄色资料线 我们做了一个 差值 就是我们用这个 M2的增速呢 减去这个新增 这个新增信贷的增速 得到黄色资料线 那我们看到呢 很明显的 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 公共货币啊 就是这个我们央行 提供的这个货币的增量 啊 他的增速是远远快于私人信贷的 那私人信贷就这个 这个 这个新增的贷款呢 是通过我们的商业银行 发出去的 也就是说呢 一方面啊 央行增加了这个 货币的攻击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作为一个这个信贷增长的渠道 扩张的渠道呢 商业银行呢 却找不到借价 就是没有人去借这些钱 那所以呢 这个 这条黄色线急需的往上涨呢 就是说啊 很多这个钱呢 他预计在了这个 啊 在我们这宏观的体系里头 还没有花出去 那同时呢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哈 我们看一下 呃 这个呃 借钱买房子的购房的1元的空间的下降 呃 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银行系统里头呢 多了2.25万亿的呃 这个存款 对吧 很有意思 因为呢 这些钱呢 这好几万亿的钱呢 他一直在这个呃 这个这个商业银行系统里头啊 他没有他没有放出去 新增的贷款 那大家都知道呢 随着这个信贷的扩张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呢 信贷的扩张引领经济周期的回修复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 就是说央行已经开始 呃 这个提供货币了 增加货币的供给的央行在放松 但是呢 这个呃 公共部门的货币的供应呢 并没有转化在于私人呃 部门的信贷的增长 那因此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房地产的这个啊 投资呢 再往下走啊 啊 消费 呃 摄零的同币的增长再往下走啊 等等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 一个现象 所以呢 这个也解释了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理财的产品啊 他 他为什么会呃出现这个呃 大股的破镜的现象 还在想象一下 因为所有的这些钱呢 会浴在这个系统里头了 对吧 然后呢 他没有去买 他没有去用来买债 债是理财产品的底层的 底层的这个呃资产的配置 对啊 所以没有人买债的话 然后发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呃 这个呃 呃 债券的收益率就会下升 然后呢 价格就会下降 那所以呢 底层资产的价格下降呢 也会导致我们理财产品的价格下降 理财产品下降呢 也也会导致大家可能出于担心啊 他可能会去赎回 那么这个实惠呢 人家会进一步的让这个呃 迫近的破的更厉害 让这个呃 这个收益率的更高 然后呢 债券的价格更低 好 这么现在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对了这个就帮助了我们理解了 就是说呃 理财的迫近呢 其实他反映的更多的呃 不仅仅是债券的供需的失衡吧 他反映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呃 公共货币的供给和私人呃 部门信贷的扩张的一个失衡 对了那很有很多钱呃 在我们的系统里头 但是呢 我们的系统并不缺钱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我们怎么样把这这笔钱呢 化为信贷啊啊 就花出去 那我相信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做了一系列的呃 呃工作啊 尤其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啊 我们的对他进行脱底 所以呢 如果是啊 这个房地产留期复苏的话 大家想讲一下 然后呢 这个呃 呃开发商呃可以呃呃 呃呃 接近买地 然后呢 大家接近买房子等等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信贷呢 自然就会上去 那么这个淤积在系统里的钱 自然就会花出去 变成信贷的扩张 然后呢 经济周期就会输出了 等一下我会展示几个 经济周期的图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情况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系列的 价格的意象啊 啊 他反映的就是我们经济 啊 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底部 他正在准备修复 对 而且呢 我们有这个啊 政策呢 去托顶 那是否呃呃 很能够很快的修复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啊 经济的周期啊 就是我们这个呃 老祖宗的智慧啊 经济的周期呢 他周而复始了 那么他运行到了底部呢 他有充分必要的条件 比如说哈 我们有努动性有政策的托顶 那么他大概率是会复苏的 那同时呢 这张图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变量哈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变量 森蓝色的这条线呢 是我们的美元的指数的 这个强弱变化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首先哈 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啊 我们中国的啊 公共货币的供给和私人信贷的 扩张的不平衡啊 他也会反映在我们这个 美元指数的走势里头了 对啊 他的他是有比较强的相关性的 尤其在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 我们进行了汇改之后 对啊 我们会看到呢 一个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货币信贷的条件呢 啊 和这个美元运行的关系 对吧 非常非常强的相关性 那同时呢 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2022年10月份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 在人民币这个汇率啊 呃进入了我们这这一个周期的周期性的 呃的弱点 就是7.4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水平呢 正好对应的是美元 这一波的最强势啊 大概就是在 啊这个 呃2022年的10月份左右 那么上一次呢 啊出现在2015年的5月份 再上一次就在2000年的10月份 对啊 这个就是这个 呃 呃 纳斯达克泡沫破灭 这个是啊 这个呃 我们的5000年 那么然后呢 这个就是要另外2年的10月份 那基本上呢 每一次的美元的强势呢 走到了这个 走到这个水平呢 他都会他都会掉头向下的 当然这个掉头向不是说好 他他就一条直线往下跌啊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一条直线啊 但是呢 呃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 相信呢 美元的强势在这一个周期呢 也见顶了 啊 那么相对应的 就是我们人民币的弱势呢 也见也见到了底 对啊 所以呢 呃这个呃这个说明了 就是说随着我们中国经济周期的修复 对啊 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呢 呃这个美元呢 政治性的见顶 那么如果美元真的政治性见顶 他如果我们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啊 这个大众商品啊 有所表现 金融市场有所表现 黄金有所表现 呃能源有所表现 啊 中国市场有所表现 像中国香港市场有所表现 等等等等 所有与美元定价的对立面 对啊 这个黄金啊 新市场 大众能源 中国 中国香港 啊 他都是 啊 他都是随着这个美元的呃 强势的见顶呢 他们的弱势呢 也应该见底 对呢 如果大家再回看一下哈 在过去的十一呃 在十一月里头呢 我们看到呃这个十一月呢 是我们呃呃这个中国香港市场的 呃这个中国香港市场的有史以来 最好的是呃一个月 对啊 呃恒指的涨了40% 呃恒指科技指的涨了接近60% 对啊 美国的这个呃中概互联啊 指数呢 涨了呃60% 啊 这都是这一些指数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月啊 十一月 那所以呢 这个对应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元的中期性的见顶哈 那么所以呢 这一次的见顶呢 他真的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冲击 一波巨大的冲击 大家看一下啊 他一下子呢 呃这个呃这个美元的强势呢 从115呢 回到104啊 我记得最弱应该是103左右 一下子跌了1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回调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出现啊 这种这么大的单约调整呢 呃这也是这个市场的告诉我们哈 有一些结构 根本的结构他在发生变化啊 这是呃这个 这是我们中国的呃货币信贷和呃 呃美元呃周期的关系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人民币的呃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呃 这个呃走势 那呃 深蓝色这条线的就是我们人民币汇率 对啊 那么强势和弱势 那么注意呢 在2021年中旬 就这个呃这个弱势的呃这个弱势的呃 最强的那那个水平对吧 然后呢一下的话大幅的走势啊 我们这回看到了人民币走势的环境了 呃 应该是啊 历史上最最最最强的呃 最快的呃 扁扁的最快的一波吧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图上呢 我们有另外一条防线哈 大家看一下啊 另外一条防线呢 是我们中国的宏观利润率 那怎么怎么思考就是宏观利润率呢 就是我们很简单的 就把这个中国的cpi 就是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呢 呃 减去我们的tpi 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游生产者价格指数 对啊 那么我们得到了这个上下游的价格差 那不就是中国的宏观利润率吗 很简单啊 当然里头有很多小的这些细节啊 我们忽略不计 那么从一个宏观业势者的角度来看呢 这就是反映了我们中国的宏观的 呃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那么大家看一下呢 这个宏观利润率的它的波动啊 基本上呢也是跟我们中也是跟我们中国的这个 人类币汇率的波动啊也是相关的 对吧那我们怎么样也这个事情呢 那我我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生产呀 有很多一大一部分的是满足外需对吧 我们中国制造啊通过出口我们中国的制造的产能的去满足外需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啊 我们用这个呃另外一个角度啊 这个内外需的强弱呢去思考这个中国宏观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那么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说其实CPI-PPI就是这个gap 这个这个差啊 它反映的是内需和外需强弱的变化的程度 对吧 如果我们内需 呃这个越强 所以呢我们CPI也会越高 呃然后呢呃外需呢越弱 呃PPI呢就会越低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宏观利润率的格局呢就打开了啊 那么同时呢对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呃呃这个我们的这个呃这个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 所以呢在下一步哈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 可能会因为政策的托底啊 因为呢啊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呃 呃中央政筑工作会议啊对于需求的论述 对啊那2万多只呢对于需求论述 就是占了至少三分之一吧 那对呃呃认为呢就是2023年呢主要是我们要抵振内需啊 甚至现在有一些基金学家说呢我们应该直接呢 呃给大家发钱对吧 好了要发1万亿的消费券 那么呃这一些呢都会让我们中国这个需求啊触底回暖 那么这个时候呢CPI应该是会上升的 那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 呃这个人民币呢他的这个会呃呃这个外需呢就用了TPI呢 他开始啊由于这个外需的转容而下降 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呃这个呃呃 宏观利用率的周期啊他反映了就是我们中外需求的相对的强弱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这个呃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呃弱势的变化 那么如意外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呃这个利用率的周期呢开始收敛 对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呃呃这个人民币的弱势呢 也开始也开始消减啊 当然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呢呃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 就是说这个出国的周期怎么样创造宏观的旅东西 然后呢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啊 怎么样去反映在这一个周期美元呃强势的见底 以及啊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呃内外需需求的差别呢 我们去呃去显示呢这个呃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好那所以呢呃我觉得呃关键的变量啊 当然这个市场有很多很关键的变量 但是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 我们呃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讲最关键的啊 一个呃变量之一啊就是呃原人民币和美国的汇率 以及中国呢呃这个呃经常呃这个经常账户的变化 和这个贸易顺差的变化 以及外汇储备的变化 那么这些呢都决定了我们呃宏观力东西的变化和股市的收益 对吧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呃最后讲一下这个美元的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吧 那么这张图呢我们显示的就是说呃黄色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经过周期性调整后的美元 美元指数对吧 那么同时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强势就是我们2022年10月份 见到的美元的强势 就是基本上等于啊就是这个9697年的啊最强的美元的强势的水平啊 但是如果还记得的话 当时叫做啊这个Washington consensus啊 当时这个克林顿在位的时候啊 美美国曾经出现过啊双顺差 就是这个资本账户和啊资本账户和这个啊出口账户的啊 这个啊这个顺差 对啊啊或者说资本和经常商账户的顺差 那这个是当时96年的情况 那同时呢97年也出现了这个亚洲金危机对吧 对了你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元强势相当于啊 美国当年雨入中天的时候 那他会怎么走呢 我们认为呢大概率呢也是向下的 那呃美国的经常性 呃账户的变化 深蓝色这条线啊也说明了这一点啊 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相关性啊 比如说呃经常性账户呢领先啊 这个领先这个美元周期呢大概是一到三年 那所以呢其实未来几年呢 如果意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呃美元的强势呢 曾经的强势的呃展示出比较差的弱势的呃 这个新型市场呃大众商品能源 中国啊中国香港啊 那么这些市场呢应该来说呢 我们啊应该会看到一个政治性的修复 那么刚才是讲的这个呃 资本市场的价格的变化 怎么样去反映这个周期的运行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汇率的表现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经济的短周期 那中国经济短周期呢 呃大家也知道呢 我用这个呃这个量化的方式呢 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周期呃的运行 那我们发现了就是在周期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呃这个大量的宏观的变量了 同时有规律的像同一个方向 以既定的节奏运行 对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噪音过滤掉啊 然后呢呃去呃去做一个呃中心的调整啊 我们就得到黑色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周期性的指标 那么基本上呢在我们11月更新的时候啊 反映的10月的数据啊 现在可能会更低 现在可能就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相信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处于或者说非常逼近这周期的底部 好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呃中国周期呃的量化的模型的呃这个指标呢 跟每一个部门的不同的呃这个呃宏观经济属于呢进行比较啊 那上图红色这些呢是我们的这个呃罗文呃现货变化的情况 中间的是我们呃这个ME侠义货币和我们的周期指标变化的情况 呃下图呢是我们这个呃呃中国的呃工业产生品固存 呃和我们这个周期性呃指标中国周期指标变化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基本上这个4G相关的 对啊这个相关性的预言指数 我不需要再仔细视啊 好再看一下上图是我们的恒子啊 这个回报率和我们的这个周期指标变化的情况 中间啊是我们的10在10年国债收益率和我们的呃周期指标啊 呃变化的情况下图是我们的啊 所谓全体上市公司啊 盈利同比增长变化情况和我们中级周期指标 起伏变化情况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相关性数毋庸置疑的再看一下上图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产能利用率和我们的正式性指标啊 这个对比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飞食品通胀 和我们正式性指标的对比下图呢是这个人币汇率的变化 和我们正式性指标的对比对吧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那最后一个图呢是我们要 资产股票的变化和我们中国最近指标啊变化的对比 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 呃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在周期运行的时候啊 这个呃这个大量的宏观的变量啊 这个同时的有规律的向同一个方向以既定的频率去运行啊 一定的频率去运行这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呃这个罗文啊 代表大宗商品啊 M1代表我们的这个呃货币的供应啊 这个呃工业产生品库存代表了我们工业的生产 对吧呃这个恒指代表了我们股票市场呃 实用国债税率代表我们的这个债债市啊 还有这个盈利同呃盈利的同比的增长呢 代表我们上次公司的盈利的情况呃 采能的利用率呃这个呃这个呃呃 肥食品通胀汇率等 大家看一下哈从大宗商品到股市到债市到汇率 他们都 不约而同的反映出了我们中国经济的短周期 处于或者非常逼近一个地步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呃充分比较条件哈 我们有政策的破比啊 我没有流动性的释放啊 我没有呃呃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啊 中外的这个需求对比的框架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呃呃呃比较比较呃呃充分的信息呢 去相信呢啊我们这个周期触底的时候呢 他应该呢在那里面上用的得到信息啊 我们应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时间啊 呃呃我总结一下哈就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这个今年呃对2023年我们展望这个破月在冤啊 破月在冤啊是这个已经的九四遥 潜挂里的九四遥 那潜挂呢是我们最呃古老的也是最精简 呃精简的呃精药的对于周期的论述 我们中国人呢对于这个时间的概念啊 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啊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呢 它是一个连绘 它是一个圆圈 那它是周而复始的对 所以呢一个圆圈大家想象一下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往往的现在的周期的结束就孕育着下一个周期的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啊11月份好 我们经历了整个股市历史上啊最好的啊 那对于很多指数来说最好的以呃单元对吧 就是12月11月 所以呢一个周期的结束的里头 他也孕育着下一个新的周期的诞生 好我们老鼠中的对于我们周期 对于时间的概念 它是一个巡返循环网复的概念 而不是像老外的这种简单的线性外推的概念 对吧 那所以呢到了九四遥之后破月在那为什么是破呢啊 注意有个或是或者啊 要过着能够跳出深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 我们在做每一步 部署的时候 我们都要进退有据 对吧 这样的才能够让我们这条轮 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随着政策的托底 随着周期性的修复 移工性的释放 那么我们有重复的理由 相信这条轮的一跃出约 那么毕竟这个费龙在天 这个就要最洋的 钱贯人最洋的一个洋 就要费龙在天 那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么主持人 我把话筒交给你 非常感谢浩总 刚才的精彩分享 刚才浩总通过 资本市场价格的变化 如何来反映 星期周期都做了 很详尽的解答 然后刚才浩总 其实我觉得是 也是给咱们提振 细心透露了一点 就相当于说 从各项数据反映来看 经济周期的话 大概率是在2023年 有可能是触底的一个过程 那相当于说是 对于接下来的 就是像浩总刚刚提到的 说是货跃在渊 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 那货跃在渊 未来的飞龙在天的 这个周期 后续到来 然后那我们可能 接下来的一个环节 是就是会进入到 跟浩总们互动问答 我看后台有很多问题 但是在那个互动问答前 我们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那我们今天晚上 也准备了五份红周刊 电子刊的月度免费会员权益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 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 并把本场的直播 分享到朋友圈 然后截图保存 然后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 我们这次抽奖的直播口令 然后大家可以把直播口令 刷起来 我在我321倒计时之后 会截评 然后选取五位中奖的观众 那我们这次直播的口令 大家听好了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系列直播的主题之一 牛途在线 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刷起来 叫牛途在线 然后先给大家一点时间 大家可以滚动一下 牛途在线 然后是相当于说再次出现 这也是大家 就是我觉得说作为投资者 大家比较期待 能够就是说 早日出现的一个情况 希望就是资本市场 能够早日再出现 这个牛市行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牛途在线几个字 现在在那个 咱们屏幕的左上角 那会有那几个字 那四个字 大家可以瞅一眼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截屏 三二一 好 我这边的话 目前已经截屏完成了 我跟大家看一眼 我这边写示 然后手机上 因为截屏 我就相当于说 选前五位咱们的观众 LA 好